龚王丹吧 这一次我好像 吃了龚王丹最多 你的汤可以加芹菜吗 或香菜 香菜可以啊 我喜欢喝 没有香菜就 没有那个对 小花 你真的是 假司了 是啊 我就是那个当年喜欢你 所以要吃你的假司了 有没有最近学到 让自己影响最深刻的讲过 都是不好讲的 他教了很多 那些就是 媒体上不能讲的东西 都是台语的 我学会了一句成语 最近就是最新 学到的是 一探究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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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因为跟剧有关吗 对对 如果我去KTV的话 我常唱 中文歌 最常唱的是 王菲的 《红豆》 《我愿意》 然后 台湾做些人的 《竹花台》 还有什么 《普国音的秘密》 《普国音的约定》 《普国音的约定》 哦约定对 《普国音的》 不能说的秘密 然后《普国音的约定》 然后还有什么呢 会唱《月天》的歌吗 因为我们现在想唱 哦对对对 《月天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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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唱《月天》的歌吗 不适合我的声音吧 就是那个风格不一样 你们在台湾住过一段时间吗 对 有没有来台湾 一定会喜欢吃的东西 或一定能吃的东西 以前是火锅 麻辣火锅 现在的话 公王丹吧 台湾的公王丹 为什么会特别来吃公王丹 不知道耶 就是这一次我好像 吃了公王丹最火 你的汤可以加芹菜吗 或是香菜 香菜可以啊 我喜欢 对 没有香菜就 没有那个 对 对 就是香港这样的出道 然后有在台湾发了过一段时间 又和回日本自己这样的行事 对台湾更有感情 对 认识了很多贵人 尤其是那个财协财子品的 当时我遇到他 也让我有一些就是 演播相职的机会 所以我才决定 帮到台湾 开始这边的生活 工作 对我来说 台湾是 在我人身中 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既然我已经离开了台湾很久 所以我每次回来的时候 就觉得台湾是那个去外国的感觉 对对有一种归屈感